而在凤林镇公所近日是陆续捐赠了200克的肉粽 透过了社会科将这份爱心转赠给有需要的弱势民众 而镇长林建平也表示 除了是积极争取基础建设的努力之外 也会对于凤林镇内比较辛苦的家庭 在年节时刻给予更多的关怀 让民众能够感受到镇公所的温暖 百克爱心肉粽赠送给低收中低收入的民众 关心凤林镇乡亲的辛苦 镇长林建平表示 自他上任以来 除了积极争取各项的基础建设之外 也持续提升凤林镇的生活环境优化 但是对于民众的关怀 更是凤林镇公所持续关心的服务项目之一 因此在端午节来临之前 赠送肉粽给200多户的家庭 希望提升凤林镇公所的关怀力量 在端午节前夕 我们公所表达一点态度 对于我们凤林镇中低收入户 在端午节前 我们制作了一些的种子 来分寸给这些符合规定的一些的对象 表达我们公所不只是在地方的建设 我们努力尽心的充斥之外 对于凤林镇内 所有比较辛苦的家庭民 家庭我们在连结的时候 也要表达出我们公所一个态度 让他们感受到公所 我们这种词内容 我们赞留下个 букв端午节 要寄进去 核葬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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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